好的,那我就开始了 大家好,今天是5月6日 我看一下哈 今天的全德州的确诊人数是34422人 死亡人数是948人 被感染的郡线是216 接受住院治疗的人数是1812 全德州一共有438938人 接受了冠状病毒的测试 烧电的又来了 今天的感染人数 确诊人数比昨天多了1053人 死亡人数比昨天多了42人 住院人数下降了76人 全德州的受检测 受这个testing的人数 比昨天增加了11728人 那之前我们有提到过说 达拉斯的一家沙龙店老板 他的名字叫雪莱路德 他就是在州长说 那个沙龙理发行业 美甲行业这些还不可以开门的情况下 他继续开门 那他当时也收到了这个达拉斯郡的法官 给他寄的船票 然后也让他就是恶令他这个停业 但是他把那个船票撕掉了 然后还拒付罚金 那么今天呢 应该是今天吧 对周三 他就被捕了 然后因为违反了这个州长的行政命令 所以就被拘留七天 也就是是关到监狱里面关七天 然后还要交七千美金的罚款 然后呢 就特别好笑了 那就是说德州保守派的人 就差不多是Republican 共和党 就是包括州长 副州长 然后参议员就是那个Ted Cruz 其实大家都特别讨厌这个参议员 那其他很多人呢 都代表了 又代表人家讲话 又代表这个雪莱路德讲话说 你们这样 就是包括州长 Greg Abbott 他都说 对于雪莱的判决太过分了 因为不遵守行政命令 而监禁德克萨斯人 永远是最后最糟糕的选择 在大流行期间 遵守行政命令 对确保公众安全很重要 但是与监禁德克萨斯州的母亲相比 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嘛 这个雪莱路德 实现这一目标的限制手段 肯定有就是 她就唾弃这个 她就唾弃这个拘禁的限制手段 可是我当时就很 俩工 就很抓狂 就想说 大哥这个 不让美法 不让沙龙殿 开业的这个行政命令 不是州长 您老人家设定的吗 不是您颁定的吗 现在你又来说 对于他的判决太过分了 可是他没有遵守你的行政命令 难道他就不应该接受到惩罚吗 那你现在又反过头来说 哦 是要遵守行政命令 但是你们不可以把这个 单亲妈妈关起来了 这算什么事啊 哦 然后 德克萨斯州的总检察长 他叫做 肯 肯 帕克斯顿 他也是共和党人 然后说 你们对于雪莱的惩罚令人发指 要 要求将他从监狱中立刻释放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这个 他是 Dan Patrick 他是副州长 他说 哦 我愿意支付雪莱的七千美金的罚款 然后 然后就感觉这帮人都 都在作秀 你懂吗 就是你们一方面说 沙龙殿不可以开门 然后另一方面这些人开门了 你们又说他们违反了命令 没有错 但是你们这样做太 太过分了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圣母表吗 哦 然后就这帮 这帮人就尤其是共和党的人 是共和党吗 对 共和党的人就 就抨击这个 这个 行政命令吧 然后就说 你们这样做太冷血了 太令人发指了 太没有人性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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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但是这一些反馈吧 对于阻止 判刑这个雪莱的民主党地方 州地方法官 他叫做 埃里克莫耶 毫无帮助 然后周三晚些的时候 这位 这位法官 埃里克莫耶 和他在达拉斯郡任职的 其他11名州地方法官 向副州长 Den 不对 不是副州长 是这个总检察长 Ken 帕克斯顿 发出了一封信 然后指责检察长 为端促雪莱释放 而最不适当 且同样不受欢迎的行为 就是他们 就是这个 州警察长是说 你们要立刻放人 这样做不对 你们的行为是 你们的 对他的惩罚是令人发指的 然后 民主党的地方法官 埃里克莫耶 和其他11名州地方法官 就给这个 总检察长写了一封信 说你这种 敦促释放雪莱的 这个行为是 非常不适当 且不受欢迎的一个行为 好狗血 真的是好狗血 然后法官还写到说 你们这样的 这种做法 与独立司法机构的概念 背道而驰 德克萨斯州政府 行政部门的任何成员 介入司法部门程序的传统 都是三权分立的传统 他们继续说 为了德克萨斯州 所有公民的利益 请让司法程序 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 干预情况下 独立进行 然后还有一些民主党 指控这个共和党 同僚的虚伪 这超级狗血的 有没有 我当时看了 我都简直要翻白眼 我想说 这帮人真的是 这可以说是绿茶表吗 或者是说 他们是圣母表 就是你一方面又制定 说你们不可以开业 然后人家店老板 活不下去了 一定要开业 被拘捕了 按照你的行政命令 拘捕了 结果 你又过来说 你们这样的做法 简直是令人发指 我的妈呀 对啊 政治权 真的是 然后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就是那个比较 就是彪悍的 德州人的一个新闻吧 就是 现在 州长尽管命令 酒吧还不能营业 但是德克萨斯西部的一家酒吧 却无视州长的命令 重新开业 然后酒吧店的老板 和一群武装抗议者被捕 然后他这个地方是在 哎呦 为什么今天那么开心的 看到这几个新闻 简直 这 这政治圈的新闻 真的是让吃瓜群众 看得真的好乐呵 然后这个地区 他这个郡县叫做 埃克托郡 然后他是在 他比较出名的一个城市吧 叫Odessa 这个Odessa也是一个产石油 非常大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 埃克托郡的警长 他叫做迈克格里菲斯 他周一的时候告诉记者说 当局在 West Odessa 就是 Odessa西部 逮捕了 一个 酒吧的老板 这名老板是47岁 他叫做 布里 Gabriel 加布里埃尔 我的妈 Gabriel Alison 他的last name叫做Alison 逮捕他 逮捕这位47岁老板 是因为他违反了 州长的禁止 饮酒场所开放的命令 那 警长 格里菲斯 继续说 另外还有六名 持有上膛的 AR-15型武器 就是AR-15的武器 然后 因为我对武器 又不是很了解 我就搜了一下 我发现他 就是那种 来福枪 就是这种 这六名 持有上膛 而且是 Loaded Loaded 意思就是 它里面是有 子弹是满的 然后这六名 持有上膛的 AR-15型的武器 的男子 也都被捕 原因是 他们在一处 这个地方的翻译 我不是特别明白 因为它应该是 跟有 比较专业的 这个 专有名词 或者是怎样的 一个翻译吧 它的英文名是 不是英文名 它的英文的是说 We're also arrested for processing firearms on a licensed property 我不太清楚 这个licensed property 是什么意思 有可能是指这个酒吧 那有可能是说 他们因为在这个 licensed property 就是有营业的一个 产权或者是 一个地点吧 有执照的一个地点 他们持有 枪支 因为他们在这个 有执照的地点 而持有枪支 被捕 被拘留 并补充说 有一人 有一名人员 因为妨碍警察 和平执行职务 而被拘留 也就是说 可能警察过去 跟他们交谈啊 了解啊 对话 结果 有一个人就 就比较 aggressive一点吧 然后这个警长 格里菲斯就说 我理解他们的立场 但是呢 违反州长的命令 是一回事 但是当您从 其他 就是德州的 其他地区 带进来一堆 武装示威者 以示威力时 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州长的 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 埃克托郡的警长 格里菲斯他说 你违反州长的命令 这是一回事 但是呢 你又从德州 其他地方 带进来了 一堆武装示威者 我就觉得 这是个问题了 因为当时是在 这个组织 叫做Open Texas 它的帮助下呢 有20来人 参加了这个 抗议活动 这个武装团体呢 他们是在 全德州各地 游走 然后试图帮助 重新打开 州长认为的 那些不重要的 那些企业的人的门 那这些抗议者 曾经之前在一个健身房 它的名字叫 Anytime fitness 他们在那边就是 有一个protest吧 然后 以支持这个健身房的老板 那因为这个健身房 在周五的时候 无视 州长的 全州性的 这个行政命令 而重新开放 这就是德州人 然后最后的一个 我看 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消息 是说 之前不是一直说 州长说那个什么 你们这些 美法沙龙行业呀 酒吧呀 然后这些健身房啊 一直到五月十八号以后 才能 才考虑 你们是第二阶段的 开业 重新 就是重新开业的 这个 这些生意吗 在那个酒吧 不能持枪 就是不能带枪 就是不能带枪 进校园 或者酒吧的命令 了解了 了解了 就是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 这个场所 你 你不可以 持枪 但是他们违反了 这个规定 明白了 那我继续说 就是 之前本来预定好的 是说 五月十八号开始 第二阶段的 重开经济 那么第二阶段 重开经济 就包括 美法沙龙啊 美甲 然后这些美容行业 还有这个 健身房啊 还有 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酒吧 对 那 周长 今天 今天 的时候 不好意思 说 这周五 也就是 五月 八号 离法店 就是法郎 离法店 和其他的 美容行业 就可以 重新 开业了 但是呢 他们有 一定要遵循 现在的 这个安全 和卫生 的准则 法郎 和 离法店 仅能够 为顾客 提供 耗时 最少 和最不复杂 的服务 比方说 理法和剃头 我没有水了 还有那些 美法沙龙啊 理法店啊 美甲沙龙 和这个 Tand 它翻译成 美黑沙龙 就是 就是那种 紫外线 然后把你的皮肤 照黑一点的 那个 那些工作室呢 就必须 每一个客户之间的 距离要 要最起码 六英尺 也就是 一点八米的距离 并且在 每次客户 拜访之后 都 必须进行 充分的消毒 就是给客户 用完的这些东西 都要消毒 所有的美容 服务行业 都应尽可能 使用一次性的用品 客户之间的 所有一次性用品 都必须 完全性的消毒 州长的工作小组呢 建议说 这些 这些商店的门口 都应该有 对这个 员工 和顾客 进行温度 和症状筛查的 这一个举动 顾客在进店的时候 必须洗手 商店 或者是这个 美容美法 这些行业的 店面里面吧 应该有一个 清洁站 它叫做 washing station 就是说 你可以在那里 洗手啊 然后 这些店家 要提供一次性的毛巾 然后 并且要 准备一个 非接触的 垃圾桶 就非接触式的 垃圾桶 有可能 就是那种 就是你手 一滑过去 它就 自动打开的 那种吧 我猜 就你手 不用碰到的 而且 员工 可以拒绝 为他们 所怀疑的 就是 这些 客人 就是你 是不是生病 或者是你 你 携带 传染的 这些 任何人 任何客户 你可以拒绝 为他们服务 那并且建议 店内的所有人 都戴上口罩 或者face mask 就是面罩 唯一例外的 就是比方说 男性啊 你们需要在 替虚的时候 要保持这个面部 是可见的 那客户在服务的 就接受服务的前后 都要立刻 把口罩戴好 就是你在 你只有在坐在那里 要接受 替虚的时候 你才能把面罩 摘下来 或者口罩摘下来 然后 然后这个员工 给你刮完胡子之后 你要立刻把口罩戴上 就是这个意思 工人必须 就是所有的员工 也必须戴口罩 并且每一个客户之间 都要有一双 就是独立的口罩 手套 不好意思 说错了 员工必须戴手套 并且在客户之间 要转换 就是比方说 你给A客户服务 你A客户的这双手套 就只给A客户来用 你不可以拿着 戴着A客户的手套 给B客户来进行服务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如果你需要遇到一些 不可以戴口罩 或者是手套的 工作环节下呢 造型师在接触客户之前 必须要立刻洗手 然后就说这个应该要将这些新的 COVID-19的这个安全行为准则的这个通知书 要给员工翻发下去 然后并要求他们签署书面声明同意 要来遵守这些安全行为准则的程序 然后客户呢 应该也约好 提前约好时间去店里 以便店家可以限制店内的人数 一般的时候呢 就是客户在等待 轮到你的时候 你就必须待在自己的车里 或者室外 那客人呢 不可以带任何不相干的人来 就是比方说 我只给我自己约了一个 我明天或者是周六的时候 要去做美甲 那我就只能自己去 我不可以带朋友 包括客户不能带任何额外的人来付约 包括他们自己的小孩 这是这个美容美法 这些美容行业吧 他们的这个新的安全准则 那关于游泳馆呢 从也是从周五开始 室内和室外的游泳池 都可以按照25%的客户量来开业 但是就是这种交互式的水上场所 比方说水上乐园呢 还有这种splashing pad splashing pad怎么翻译呢 就是它是那种给小朋友玩的 就是它是地面 从地面上有水柱喷出来的这种 这种叫splashing pad 但是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译 它这个给我的翻译叫做防剑版 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就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什么是splashing pad 就是水上乐园和splashing pad 这种地方就有交互的这种地方 仍然要关闭 可问题是说你如果在游泳池里面 你就是一个交互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呢 公共游泳池的重新开放 将由各地方政府来决定 清水乐园 那关于下一个就是关于健身房和这种健身的facility 健身场所吧 他们呢还是在5月18日开放 也是按照25%的capacity 25%的客容量 但是呢 这一个25%的比例不包括健身房的员工 也就是说你员工有10个的话 这10个人是在25%之外的 那所有的锻炼设备应该隔开一定的距离 尽量保持所有的健身人员之间的这个距离 至少为6英尺 然后并且在所有的健身设备中放置这些清洁和消毒用品 以被你用完了 使用完了设备之后 你就去清洁 但是储物柜和淋浴间 必须仍然保持关闭状态 那你这玩啥呢 你储物柜 不能开 淋浴间也不能开 好吧 对啊 25%还不如不开 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点不可思议的 就是说 顾客 在运动时应该戴上 完全遮住手腕和手指的手套 并且戴上口罩 然后在使用完器械之后呢 客人要立刻清理机器和运动器材 比方说举重的这些重量的这个 雅铃啊 这些东西 然后你如果从家里带来任何设备 比方说你带了一个gym bag 就是这种健身的包 或者是你带来 水杯 对啊 他们没有说这个饮水设施 有没有开 然后就是你从家里面带来的任何东西 都要进行消毒 然后工作人员也要尽量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并且戴上口罩和面罩 我的妈呀 然后州长的工作小组说 健身人士应该与这种65岁 即65岁以上的人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然后这些年长的人 尽量要建议这些人 还是在留在家里 不要出门 干脆不准流汗散了 对啊 我觉得这搞笑的 你戴上口罩做这种剧烈运动 哎呀我的妈 而且完全没有说 他只是说这个储物设备和淋浴间 必须保持关闭状态 他没有说这种饮水机 是不是还需要保持关闭呢 我猜是应该了 真的是够ridiculous 那这就是我今天 想要分享的几个 让我觉得 忍不住翻白眼的这种 这种新闻吧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现在 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是礼拜四 按理说州长呢 他应该是飞到白宫去 和川普见面了 所以明天的新闻 有可能会比较有趣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